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成一片火海 首期兄长刘备委托照顾的两位扫夫人 却依然被困呈重 将军 将军该出发了 这是哪儿 将军 这是我们在下批的最后一晚 天亮以后就要去许都了 许都 将军 您忘记了吗 我们已经归顺了草草 都怪关某来迟 害二位嫂嫂受惊 二叔莫要自责 可知皇叔去向 不知去向 那二叔如今将做什么打算 关某出城死战 被困土山 曹将劝我投降 我以三事同曹操相约 他已全部答应 我才命手下退兵 放我入城 我还未得二位嫂嫂的主意 接下来不敢擅自主张 二叔同曹操约定的是哪三件事 第一 想汉不想曹 第二 我要像原先一样 照顾二位嫂嫂 第三 如今同大哥失散 可是一旦若有大哥的消息 曹操便要放我回去 二叔这样的要求 曹操怎会答应 曹操若不答应我的要求 关某宁愿战死 也不会投降 原来如此 难怪他们对我们毫发未动 昨日曹军进城 杀生震天 我们原以为此次已必死无疑 谁直进无一个士族入门 只是 曹操请讲 叔叔既然已经答应了曹丞相 何必再问我们的意见 只恐你人在曹营身不由己 日后曹操也不会放你去寻找皇叔 嫂嫂放心 关某自有主张 叔叔自己做决定吧 不必再问我们的意见 拜将 关羽求见 快请进 败兵之将 多谢丞相不杀之恩 官将军快快请起 我早就仰慕你的忠义品行 今天有幸得以相见 得场平生夙愿 我请人代为禀告丞相的三件事 承蒙应允 还请丞相不要食言 我既然答应了 怎么会失信 关某若知皇叔所在 哪怕赴唐导火 也一定会去找他 若遇到这种情况 恐怕不能及时拜此 还请您多多见谅 玄德若还在 我必会 请不吝点赞